画面中可以看到执行机车骑士 放慢速度缓缓往路边停靠 但人却摇摇晃晃才停下 就重心不稳 连人带车倒地不骑 吓坏目击民众立刻报警 事发3号早上6点半左右 基隆市中正路段 警方到场发现49岁徐姓女骑士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立刻在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防止车辆追撞 同时也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急救 看到的时候是人已经躺在那里两三分钟 但是他们报警叫警察 那个时间已经快十分钟 警察来的时候 也没有马上做CPR提救的动作 也有一些等公车的人站在那里 之后有一个路人来 有马上帮他做心肺呼吸室 警察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分钟了 所以他没有帮他马上做提救的措施 后续女子先是被送往 三军总预院镇容院区抢救 后来再转入基隆长根治疗 至于详细事发原因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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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